第41集 无奈的高洞 最后的工作如火如土展开 高洞带了十几个人到了王修邦家时 电话那头传来好消息 王修邦已被抓获押往现局 虽然他现在装傻冲愣 但不担心他不招 高洞只能苦笑 警方没有钥匙 他们等不及从王修邦处拿来钥匙 一个多月的满枪怒火无处发泄 直接用工具锯开了王修邦别墅的铁门 大家如虎狼一般冲了进去 高洞站在门外 心神不定地等着里面的消息 没几分钟 布政科的一名人员跑了出来 透明塑料袋里装了一把枪 和击发子弹 老大 花坛右下角袋入丛里 发下了这把六四手枪 还有子弹 你看 他得意忘形地把枪在高洞眼前晃了晃 高洞半闭着眼 别忘了拍现场照片 他看了一眼手枪找到的位置就知道 一定是徐策隔着墙把手枪扔进去的 所以刚好落在了围墙一侧的花坛丛中 当然 这个可不敢漏 早拍好了 他摇了摇手里的数码相机 好 继续吧 那人高兴地跑到一边车子前 那里有另外的物证科人员接应 把物证安排好 不久 又一人跑出 报告高洞 老大 这里有王修邦的病历 他去上海看过病 确实是阳位 你看 这上面写着 早年受过机械性损伤 年纪大以后 那影响更甚 性功能很难回复 难怪他对男人有意思 这里还有一大堆药 都是壮阳的 做得很好 继续搜查 老大 卧室里发现了从军证书 王修邦过去当过兵 难怪有这么好的反侦察意识 老大 书房找到颜料 就是那副自上用的颜料 高洞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但他始终忍耐着心情 微笑地看着他们工作 又过了一个多小时 陈法医从里面出来 手里拿着一双鞋子 和一件米黄色的衣服 老大 这双鞋子的底腕和尘马 跟我们现场路到的脚印 完全一样 还有 你看这件衣服 上面的纤维 和张向平指甲里的 也是一模一样 高洞朝他点点头 背过身 点起一支烟 他心中的情绪 已经很难用语言形容了 徐策呀 你是怎么把事情发展 搞成现在这样的 对了 这件衣服 高洞想起来 当时和徐策 张向平 王修邦 郑建明 一起吃饭时 王修邦 似乎 穿的就是这件 米黄色衣服 说不定徐策 偷偷拿手机 拍了张照呢 这种级别的官员 衣着考究 身上穿的 一般都是当即的新款 牌子 基本就是市区 金光百货里的那几个 要买的同样的衣服 太容易了 于是徐策 买了件一模一样的衣服 作案的时候穿 张向平指甲里的纤维 根本不是张向平 临死抓了一下留住的 而是徐策 刻意拿起他的手指 往衣服上抓的 高洞震惊了 可他永远都想不明白 徐策就算拍下 王修邦的皮鞋 他买到同样的皮鞋 可他怎么连 王修邦鞋子的尺码 都知道呢 其实高洞永远才不到 当时一起吃饭时 徐策喝啤酒 弯下身放酒瓶时 他故意把酒弄翻了 酒流出到地上 那样 王修邦脚踩下后 瓷砖上有很多脏脚印 徐策回头找个借口 回趟包厢 只需花一秒钟 就能量出鞋子尺码的大小 于是徐策购买了同样牌子 同个款式 同个尺码的鞋子 作案的时候穿 也正因为如此 所以徐策在第一次杀利埃国时 他并不知道王修邦穿什么鞋子 多大尺码 于是用上了铁鞋套 之后他买到了和王修邦一样的鞋子 所以才在作案时 把脚印留下来了 为的就是今天 而警察呢 还以为凶手第二次作案 慌乱之下没有及时换铁鞋套 所以留了脚印 于是以后作案 既然已经被警方发现 凶手自然也不用再掩饰脚印了 所以每次都留有脚印 这时几辆警车朝他们开了过来 郭鸿恩下车满脸笑容 高局 你们这边查得怎么样 屋正很多 竟然不错 我们这边也不错 王修邦的老鬼 现在还不肯招 已经修理过一顿了 嘴倒是很硬 但这么多证据面前 他不招也得招 林小的录音找熟人听过 确定是他本人 我跟他们局长谈过 他们局长说 就改办 好像是有两千多万的账目 没经过正式财政通道 这是王修邦负责 他不知情 郭鸿恩又绘声绘色地描述了 抓捕王修邦的情景 当时王修邦正在办公室跟人闲聊 他们局长在门口挥手叫他过来一趟 说有事情商量 王修邦刚一脚迈出办公室 四五个刑警直接扑上来 把他按倒在地 别动 别动 王修邦被四五个人按着 哪还动弹得了 可那几个刑警 因为迁怒王修邦 害他们加班几个月的缘故 依旧把他暴打一顿 一边踢踹 一边骂着动弹不热的王修邦 就这样被莫名其妙 暴打一顿后 王修邦被扔进警车 押了回去 郭洪恩找他们国土局局长沟通实情 他们局长起先有些惊讶 后来知道林孝生前的录音证据后 马上义愤填膺 顺便落井下石 主动承认林孝的录音内容属实 说他是听过王修邦的旧改办 有比上千万的资金 没走过正规财务通道 但这件事 是王修邦负责的 他不太知道详细 所以这事情跟他一点关系也没有 以后上级领导责怪单位一把手监管不力 还望郭局从旁解释一番 还爆料说 王修邦这个人 自从前几年离婚后性情古怪 国土局下面那帮人经常搞聚会 其他几位副局长控制会参会 王修邦很少参与 他干出这种事虽然意外 但仔细分析 还是有迹可循的 都怪自己平时对属下的思想问题观察不够 另外 他最近才知道 王修邦这个人很贪钱 平时常把几百上千的购物吃饭拿回来报销 他正准备处理它呢 没想到 案情就曝光了 现在盯上几千万的大金额贪污 也是量变到质变的必然结果 这种害群之马 一定要从严处理 直接枪毙 绝不姑息 高洞听了 默默无言 对了 另外 三棱枪刺的指纹初步验过了 果然是王修邦本人的 指纹也是他本人的 是啊 有什么问题吗 没问题 这就好 证据练完整 郭鸿恩笑笑 并不在意高洞刚才的失态 想着高洞累了这么多天了 突然意外破案了 有点喜不自胜罢了 他打完招呼 就过去看物证科那边的收获了 高洞反复寻思 三棱枪刺 总觉得有点眼熟 他再次想起那个晚上 他们五人一起吃饭 突然想起一件事 徐策当时拿出了几根 说是半导体材料的橡胶棒 说是投资生产这东西 把橡胶棒交给每个人手里观看 后来拿回去了 没错 三棱枪刺的把手 就是那个橡胶棒 第四十二集 大局已定 徐策一定是把橡胶棒里面掏空 外形修正过 只留下王修邦的指纹 把三棱枪刺插进了这个橡胶把手里 但这件事 橡胶棒的外形也变了 谁还会记得 当时吃饭的张相平也死了 现在又有什么凭证 是徐策设计陷害王修邦的呢 最为重要的是 灵孝的那段录音 一个被害者生前的录音 这可是铁一般的凭证 全国的凶杀案都找不出这种铁证 有哪个案子被害人被杀了 还留下录音指控凶手的 如果有这种铁证 还怎么翻案 这注定是个铁案 根本翻不动 这个案子的证据 从一开始到昨天为止 还没有半点实质性的证据 到现在 人证物证齐全 证据链缓缓相扣 居然都找出了死者生前的供词 高洞显然没想到 会有这样强大的证据链 共同指向了王修邦 这时 郭红恩接了个电话 过后走过来 高军 这案子我跟省里汇报过了 当然了 我没说这案子是我们早上无意中 发现了这么多证据 从而破了案 我汇报时是说 我们通过辛苦漫长又缜密的侦查 发现了王修邦有重大嫌疑 随后挖出一条条线索 串到一起 锁定了它 这样你觉得可以吧 幸好过去积极啊 如果上级知道是我们无意中破案 脸上不太挂得住 具体的细节 咱们两人还要稍后统一口径 省厅和公安部的领导 对你们这次破案赞誉很高 说要过几天 给我们开个表彰大会 说来有点惭愧 高局 你可不要这么想 反正案子都破了嘛 看来这次王修邦要办急刑了 那是当然了 必须死刑无疑 你看 浪费了我们这么多人 这么长时间的白白辛苦 相信所有人都跟我一样 恨不得他千道万广 我以前跟王修邦有些相识 万万没想到他是这种畜生 省委常委的领导已经发话 领导担心 王修邦毕竟是个县里的局长 总有不少人脉 怕有人为他脱关系求情 影响侦查和审判 常委领导说 凡是为王修邦求情的 全部登记下来 报到省委组织部 以后再算账 其实这份担心大可不必 你瞧王修邦 杀了几个局的二把手 把我们公安局 更是上下得罪个精光 甚至像你这样 市里的领导 还有省里部里的其他领导 都得罪了 哪能容得下他 谁敢替他求情啊 你说是吧 这话一说 高栋原本心中仅存的 那几四位王修邦翻案 抓真凶徐策的想法 彻底荡然无踪了 又过了一些时间 屋子的搜查情况已经完成 所有人员拉了警戒线 逐渐从屋里退出 陈法医走上前 笑着向两位领导汇报 查得差不多了 这次证据链空前强大 犯罪动机 林孝的录音中有 物证方面 王修邦家中 搜出了李爱国的手枪和子弹 横幅所用的颜料 在他家里放着 现场的脚印 与王修邦的鞋子一致 张相平指甲中的纤维 初步目测 与王修邦一件米黄色的衣服一致 这王修邦当过兵 所以有很强的反侦察能力 王修邦阳伟 对林孝施行了性侵犯 从他的病例中能得到证实 也有那根香蕉所证明 使用的凶器有王修邦的指纹 凶器电击棒也已经找到了 人证方面 虽然没有直接的目击证人 但最重要 有被害者林孝的生前录音 录音确认过了 是林孝本人 另外张相平案发生前 目击者口供的凶手大致身高 体型及目测的年龄程度 也完全和王修邦相符 这绝对是完美到 没法更完美的证据链了 我跟你们说啊 我从今十几年 从没有见过一件案件 有这么强大的证据链 更没有见过被害者的生前录音 现在人证物证俱全 犯罪动机清洗 只差王修邦自己的犯罪口供了 但这不是问题啊 就算他死不承认 现在所有的证据 足以判他死刑了 陈法医显然语气都有些激动 高洞想起了徐策给他的那封信 那封信写的就是犯罪经过 最后留一句话 只要进了局里 想要什么口供 就有什么口供 显然 这是提醒高洞 王修邦与案子根本毫无瓜葛 当然不知道该怎么交代问题了 这是让高洞按照那封信上所说的 给王修邦录口供 一定会录到一份完全合情合理的口供的 因为王修邦 进了局里 当然了 如果不是高洞当督办 徐策连写这封信的功夫都省了 因为如果是像郭洪恩这样的人当督办 就算王修邦交代不住犯罪过程 郭洪恩也早已发挥出自己丰富的想象力 替王修邦写好口供了 高洞同时也想明白了 为什么徐策在杀害胡生处时 拖进了农田迟迟不动手 而是足足等了四个多小时才下手 因为徐策会担心 早点动手 万一王修邦还没回家 岂不是有了不在场证明 而按照王修邦的习惯 晚上十一点多 他必然是在家中的 这个时候胡生处被害 他当然没了不在场证明 另外的受害者都是在半夜 不存在这种顾虑 难怪徐策杀了三个副局长后 直接出国了 没有杀这位旧改办的主任 因为他对王修邦的仇恨更大 他不愿直接让王修邦 轻而易举就死了 他导演出这场戏 目的是让王修邦被判死刑 而且判死刑前还被人说成是老变态 王修邦的儿子再也不能在学校横行了 他爸遭受了灭顶之罪 而且把全县的主要单位 大小领导 包括市里省里的领导 全部得罪了 王修邦判死刑 他们没办法 受害者家属 岂不会找他那个爱画画 爱打架的儿子麻烦 这鬼儿子的一辈子 也就此毁了 此外高洞也明白过来 徐策挖坑埋灵啸 他是故意挖这么钱的 目的就是让警方发现 如果他再挖身二十公分 灵啸尸体若迟迟未被发现呢 同时他还把灵啸的尸体和物证 又小心地用塑料袋层层包裹 就是怕损坏了尸体和物证 就起不到陷害王修邦的作用了 雨水 对了 还有雨水 徐策挖了这个浅洞埋尸体 接着第二天就下起了雨 过后被人发现 大家都会以为 是雨水把埋尸袋冲出来的 而不会再过度怀疑 为什么洞挖得这么浅 徐策啊徐策 俗话说 人算不如天算 可你连天启因素都考虑在内了 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唉 前面王修邦还故意报假案 又是求救短信 又是求救电话的 真是头畜生 我记起来了 当时那辆电瓶车仪式的地点 以及抛弃破轮胎的地点 都在建设路上 也就是王修邦的家 到单位的路中间 大局已定 高洞找不出徐策计划的任何破绽 人证物证俱载 证据链强大到超过他从仅十年 遇过的任何一期命案 没人会相信这案子不是王修邦做的 省委领导下指示 谁求请王修邦处理谁 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呢 高洞露出了一个会心的微笑 这样子总算办妥了 咱们晚上先小行地庆祝一下 接下来快速审出王修邦吧 对他的犯罪经过 我已经大致想明白了 不怕他不招 我亲自审 众人脸上 洋溢着久违的喜悦笑容 高洞转过身 把所有的情绪 全部压进了肚子里 优优独播剧场